介绍转售权的种类 今天我要来介绍转售权的种类 基本上转售权分成三种 我们逐步来介绍第一种是最弱的 然后再介绍最强的也就是授权 更多的第一种是基本转售权 Basic Resell Right 作者授权 你在购买此项商品后你有权利去销售这项商品 而且你卖出去的利润全部都可以保有你无需支付 原作者任何佣金 例如在书店里卖的书 通常作者会收到价格的一成 但是在基本转售权中 你帮作者卖的商品 作者是收不到任何利润的全部利润由你所有 但通常会有一些限制 例如你不可以更改这个作品里的任何文字 比如把作者的名字改成你自己的 通常作者以什么格式给你 就是要原封不动的把这个商品卖出去 第二种是特级转售权 Master Resell Right 在这种状况下 你除了拥有基本转售权之外 你还能去销售别人这项商品的基本转售权 也就是你多了这项权利 作者授权给你在购买这项商品之后 你有权利去销售这个商品 保有所有利润 而且不需要付作者任何钱 不过你还是不能更改任何东西 但是你可以卖给别人这项商品的基本转售权 所以我有特级转售权 我可以卖给小明基本转售权 而小明买了这项商品之后 可以再去卖给其他人 但是在基本转售权里就没有这项权利 例如我只有基本转售权 我卖给小明 但是小明就不可以拿去再卖给别人 他只能自己使用这项商品 第三种是最强的私有商标 全private label right 在网络上有很多翻译 基本上我都觉得不是那么恰当 最恰当的翻译应该是私有商标 这个的意思是把对方的商标买过来改成自己的 而你可以做的就是你可以把作者改成你自己也可以更改商品的所有项目 包含商品的名称都可以更改 所以你几乎可以拿来做任何想做的事 例如你可以拿去送给别人 或是拿商品里的其中几个章节放在网络上当成自己的文章 有时候作者还是会加上一些条件 例如你不能销售私有商标权给他人 也就是你不能卖给小明 让他拥有私有商标权 基本上这是为了要保障商品 以及不要让同样商品太多人都拥有这样子 商品的生命周期很快就会结束 基本上这三种就是转售权的种类 更多细节我们之后再谈 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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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谈